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歌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一些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看一下第一副牌 这个起手牌必须要搓搓手 来得好能天听听三教 磨个七万也不错 天敲听牌 就是花有点少 一个花基本上没有什么危险 最好是让我多摸几个花在乎吧 还没有给到摸花的机会 就被上架给点掉 一个花八分加个苍蝇十四分 看一下第二副 第二副牌起手两个花 这会儿的牌花都不多 下家碰了两个自拍了 应该是再做混一次 哇 起手龙牌啊 碰了三队风向 这个倒是有点棘手 我的牌倒是两种打法 可以做碰碰碰壶 也可以做门青 因为搭子还不错 下家打一万 直接碰一万打掉四条 再碰两桶听牌 这个牌倒是有一点点的担心 因为碰了下家两下了 如果下家再打五万 那我这个五万也要杠 这个牌可不敢包下家 最好下家不要打五万 这个概率虽然说很低 但也不是没有 最好是让我平稳度过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局面也不是我所能掌控的了 一切都交给命运吧 下家的牌应该是一进章 小鸡都在往外打 它的调制下家不要也挺好的 可不想让它变成混一色的大雕车 这个牌有意思 不想来调制 摸来摸去摸的都是调制 好在下家都不要 现在下家听牌了 一切的担忧都没有了 其实这个牌调制并不好 因为对家倒也有可能像是在做牌 对家一张调制都没打过 我上家也能听牌了 上家要拼一张条子 不敢拼 它感觉一个花滑不来 对家也听牌了 现在是三家听 现在看来我的气筒还挺好的 两张都在牌山里 下家木花杠三条点炮 碰碰呼呼牌 五个花十二分 加个苍蝇二十一分 加个苍蝇二十一分